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上节课我在后面的时候有给大家展示过一下什么叫拉伸 然后今天就反正再重复一遍 第二个旋转第三个是那一个倒脚 那就先开始吧 拉伸什么意思 对就是反正exclude 对吧exclude就是说因为include和exclude就一个拉伸 一个是减就一个加法一个减法的 有共产党建 心流里面是另外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做 所以有点不一样 但不说那么多费 这样子拉伸反正记得这两个对吧 反正你可以选对吧 那我关掉我现在就单边对吧 这些你们自己去试对吧 然后像那一个比如说我还原一下我再来一遍 我再拉一遍对吧 比如说现在有solid是不是实体对吧 麻烦这个英语你们还是要自己查字典 单词还是要会一点的 不会一点真的没办法去学一个 好好学一个英语两件对吧 然后这样子 那比如说我现在拉一个实体了 就基本上这样拉伸没有别别别别别别的差别 就其实我上一节课那个讲完就是那样子了 只是说方便这节课 那所以你们会学的比较轻松一点 然后这时候讲的下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旋转 旋转其实上一节课我有给你们展示 因为我想希望就是说你们建模的时候有一个固定套路这样子 当然有时候建模不要因为这个模很麻烦你不去建 或者用一些别简单方法来建 这样对你建模没什么好 也对你们自己做设计来讲呃不是一个好事情 那这个你们应该记得吧 我上次做的单轨路径对吧 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做了 呃可以当然可以了 呃呃这个呃这个就这个 这个地方对吧 before 其实你们看英语都知道旋转吗对吧 啊不是不是不是呢 然后右键一遍重复吗我刚刚取消了吗对吧 右键 然后呢这时候点比如说右键我选好这个东西 我选了这个我再右键一下 然后你就看到slip curve对吧 那这时候哎呦我想选这个圆的中心吗对吧 我想一个圆中心哎 靠近圆边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有一个central 然后这时候central的时候点了一下 然后这时候去到啊fromview from为什么因为在fromview的时候是直的懂吗 中心组那我现在设定你看哎好像比较干净了 对比较干净了这种就是说用旋转的话 他比较干净为什么他一定是圆形吗 所以说他有四分之一 他只需要有四分之一另外的一定是那个城市吗对吧 就是说我四分之一 然后这个部分城市基本上就ok了 那其实那正常是怎么做比较多了 其实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呃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子呃呃比如说 然后我这时候有这个point对吧我往下啊差不多这样子 其实更多是这样子旋转这样 那你喜欢用双轨路灯轨路径或者你喜欢用旋转这个 往来看右键你看这里其实我就旋转完了对吧 就是说我上下两个点他是平行的吗 你看到我刚刚点那个point的时候 我故意把point这个控制点给打开了 呃 来不及看的东西我接受比较快啊 呃来不及他看的东西回去看一下啊 然后我再拉到一个平面 然后我其实我就旋转一下操作方式是怎么样呢 这个旋转呃给你们再讲一遍呃操作是这样子 呃右键呃不是啊不用右键了再来一遍点一下这个对吧 然后点一下object对吧 其实我通常是看这个我一开始是看这个慢慢来看 然后push enterpush enter就右键呗对吧 然后start of real axis就是说一个开始点吗对吧 那就选了结束点对吧end of什么吗 然后这时候选呃他说你要选的什么 比如说这个angle start angle 那你比如说我180我就我就输入180没有 那我这时候默认360那180怎么样 就是说我再给你们试一遍 刚刚那个180呗啊不好意思啊 哎再来一遍呃 呃这时候180吗我就输入180 哎你看对这次最嘴一半了就你看到了吧 最嘴一半啊当然了不是实心的实心的时候啊 以后会有一个补面工具什么的后面再跟你们讲啊 那基本上就这样子一个旋转工具是很简单 反正就这两种方法 你喜欢用哪种你自己选择你喜欢面多一点就多 就根据情况嘛 反正到时候你需要多一点那个结构线的就是说 呃因为心里有一个东西你非常要很顺心的对吧 比如说呃呃看起来我就给你们点一下啊 比如说一样对吧 那比如说很多时候创造创造一个就自由的形状是怎么自由了 一样我我还是旋转啊 那你看到现在就是说有一个啊好吧 啊呃要输入回去三百六呃二了一呃三百六三百六四啊 这是三百六 然后这时候上面这些结构是干嘛用了 你点一下这个这个刚刚旋转的一个实体 再点一下f4对你看到哎对了对了对了就可以怎么样了 你看你看一下我右边这个你看呃很多时候画什么 比如翻船呢或者飞机啊什么型的可用过这样偷懒的分子直接拉出来 而不需要说像如果你是工程软件是怎么样 你现在看到这条结构线吗对吧 我需要把这条结构线给构建起来 然后再生成可能就我鼠标现在箭头一二三对吧 三根线也可以成为一个曲面吗对吧 那我可能需要构成这个 因为心里里面一定三根要么四根线构成一个曲面 所以说你这样构成以后就基本上就这样子了啊 啊那如果心里就没有工程软件就需要这样子 三根三根可能四根这样子慢慢构成 那如果心里就不需要了呗哈就这就是差别了哈 那当然呃你们这一次以后对吧 你们可能试的不小了呃的一个功能了对吧 那这时候你们去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 哎这法你看左边是vivo 右边呢vivo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当轨路径懂了吧 就是说这时候选右边的就选右肩的时候差别 那你觉得它跟当轨路径有什么差别 原理上面他们是一样的在最细小的时候当然会有点小差别 但是呃只要你不是工程师你也不可能用吸牛 所以说我觉得哎不用管他 反正这两个都可以对吧 但是左右键你有时候你们要去发现一下 左右键它是有差别 不是每个都不是每个软件都有呃一个什么 不是每个软件都会呃说有左右键的差别 但有些是有的你们要自己去发现一下 因为有些如果每个功能都跟你们讲的话 那真的很费事说实话 你们自己去试去去发现 因为这些基础功能都交给你们 其实限工具我该讲的就是说主要的会跟你们讲 然后剩下的会怎么样呢 剩下的就是说啊给你们讲完以后 你们会去试别的去玩玩别的功能对吧 我我只要保证是什么基础功能够你们去建一个普通的形状就可以了 如果你说你要建个车的什么的 那个等几个月后你们再再来想吧 你上来建车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就基本上你是属于那个建模师 你就不是设计师了 这是很实话的啊 然后再下来因为建模好比你好的 永远就是说永远有一个人建模比你好 你更应该是说什么 你本质上你如果是做一个设计的时候 你应该设计优先建模在后啊 所谓的高级建模技术其实就建模嘛 会的时候很简单不会的时候很难 好那这时候讲导角的问题了 呃导角呃有三种导角对吧 三种导角什么线导角面导角和实体导角 然后通常的怎么样 比如说我现在导一个角对吧 这个就是线导角啊 呃线导角你看其实这里就值了 这里就取了对吧 还原一下我按一下kontro set 哎你看到了就这样子了 但通常呢不见你用就这么简单 因为通常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我要画一个圆形嘛对吧 比如说啊有时候比如说我我我通常我画都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啊这样 呃就是说我通常我画个圆形 当然这种你画多了 你自然会懂了 现在就可能不太懂啊 呃我把这个圆形关掉一下啊 然后这时候我开了三格嘛对吧 我一样我通常习惯就这样子 哎你看我通常是这样子撞出来的 就是说我通过最规准的形式就撞出来 我不会去依赖倒角为什么 因为我这时候长方形的时候对吧 呃我去倒角的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倒了一个角 你看到我倒了对吧 然后这时候会有一个问题是吗 呃很容易就是说有时候失误了 或者没注意到他就变成这样子了 就现在这样子哎他不是规准倒角 所以通常呢我不会在线里面倒角 或者呢在面里面对吧 呃面呃一样 然后这时候我哪里记得 心里你要很清楚一个东西像我现在 你看其实我在不同的速度切换 所以说你要怎么样 我我平常在top view 那刚刚比如说我画一个top对吧 那这时候怎么样 我需要去右视图这边 为什么我一开始我故意先点了这个位置 那我我鼠标放到这 然后把这边给点下 为什么这样子我就可以说我在上面 然后这边的右边我就生成一个面 为什么呃我脑袋是这么想 因为是这样子 因为我现在你和一开始做很慢很正常 我现在是熟练了做快了 所以说有些义务做得太慢了 你们也要给我留言 或者你们有什么想知道 还是留言给我吧 因为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啊 呃然后再下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做那个钢笔视频的啊 然后这样子 呃然后再次就这个是什么 面呃里面还有很多的功能对吧 呃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功能的时候 嗯后面再给你们讲吧 这些的话 因为是更多就是可能是卷模说 用那么一下下啊 一下下先说就是一下下啊 呃然后这时候你们就知道 第一个就可以了 呃面这个面构成 一二好 就就这么简单 没了 就这样子 就说那倒角了 呃这个呗 tranfer tranfer surface 所以说嗯面不用管它啊 尽量能用尸体是弄尸体吧啊 我估计你们也不会说什么 要做厨具什么 然后去那个画那个手柄 我估计你们很少人 我喜欢做那个东西的哈 如果真的要后面再教你们怎么去弄那个手柄吧哈 但是我觉得花那么多时间去建一个feeform 啊意义不是很重大了 我觉得还是通常不会了 就是说你真的有时候真的你拿上来真的很符合人体工程学 我觉得前提是什么了 你是是你使用的时候 而不是你拿起来的时候 你建模的时候 那一看你一个东西拿起来 符合你手心那种设计 其实你要你用的时候符合你手心才有用 你开始拿符合手心 这只是把你骗了 这是商业实际坑爹啊 那这时候回去我们那个尸体工具 那这两个都是尸体工具 一个是箭尸体对吧 另外一个呢 这个然后看到这两个 对吧 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怎么样呢 就是啊一个是倒角一个是圆角 这个切的大块点的倒角这个小块的对圆角 那这时候一样点一下对你看到一吗 对吧 我这时候我想再倒一个二怎么办 我再选一个二呗 我再打一下二按下二 然后我再按一下这个 啊你看对就倒完角了 就这么简单了倒角是不是很简单 啊不圆角那倒角呢 一样呗 往哪上面给你四呗 一对吧 你看到有一哦 然后再下来五呗 呃再点一下五啊 你看到对 就是说他你点的顺序 他也是按这个顺序来倒的 你看现在这个会被切了一块 对吧 我们试一下那个反过来 对吧 我们这次把五先按 那再输入一下一 哎你看到哎 啊还是一样的 但是复杂倒角的时候 你们到时候倒多了 你们就知道了 啊有时候为了倒角顺不顺而走的这个 但这个细节问题了 但不是很重要 不要不用先抓这个啊 因为这个的话工程师到时候工程师反正也不怎么管 而且有时候不照表面的也不用不用太严重啊 反正就先这样子 基本上倒角的就两个功能 一个怎么倒而已 就一个就是说倒角一个圆角啊 反正面倒角直线倒角不用管他啊 基本上这样子 好那个今天讲了三个功能吗 对吧 一个就是那个什么一个就是那个拉升功能 对吧 第二个是那个 不好意思 第二个是那个旋转对吧 第三个呢就是那一个倒角功能 基本上就这些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啊 因为方便这样子方便我下期视频做一个调整 好那个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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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